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啪嘚 这一到冬天吧,天寒地冻,人呢事儿也多,这不,这两天, 全国各地都嚷嚷着要有寒潮,呵,看气温最低到零下三十多度,还真没怎么体验过。 作为首都的北京呢,也得自然的提前预警啊,这教育部门也挺负责, 雪还没来,就框框发短信,告诉家长们停课。 本身嘛,想的挺好,路上不好走,你把质子送过来还得接回去, 我们也不一定能让他们课外活动,憋一天,多麻烦啊。 但是没想到,学校不上,不代表人家爹妈不用上班。 你说这玩意儿留家爱理了,你就得有一个人请假陪着,得, 今天胡同里遍地都是哀嚎,本身什么网课签到, 弄得跟高科技坐牢似的,盯到下午家长也撑不住了, 索性都放出去玩雪,那是真热闹。 配合着不大不小的雪花啊,那反讽的意味还是挺强的。 今天不上课,后头两天也接着放假, 这种小题大做就让很多家长表示不满,说要东北也这样, 动辄下雪就放假,那质子们就不用念书了,天天跟家呆着得了。 但你还真别说,要真赶着大雪,路面上都是冰,你要上班还得把质子送去学校, 那你呀得更着急。总归来说,在中国,财务不自由的情况就应该少碰质子, 你一个人是真分身乏术啊。 而且不仅仅是小的你得管,隔壁天津,这两天的叮嘱更是温暖。 说这天冷,容易增加老年人脑醋的风险,呵你看看。 两个人,扛四个老人,在家下头质子,这还怎么活啊,直接完蛋。 天气无法预测,疾病也预防不了,主打一个世事难料。 就这个,还不知道哪有蹦出来一个什么最新的研究, 说生两个质子最有利于长寿,呵,底下让老百姓给骂的。 说你这不睁眼说瞎话嘛,就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别说生俩了,养活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定睛一看,啊,这研究成果还不是中国的,是境外势力那儿的。 而且人家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是这么形容这事儿的,他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生两个利于长寿。 说明这玩意儿跟大众认识的客观现实不符,不然也就不有趣了。 而且实验嘛,总是条件苛刻,而且在相对简单的环境下进行。 人生这么多变数,谁又能说的好呢? 而这寒冬已至,凛冽的冰茶的已经波及到了方方面面。 这不,这两天,开了一个什么中央经济会议,那官话说的很好。 又是要求明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利后破,又是要求把各方面没做到的项目补齐的。 你还别说啊,在分析中国究竟有什么问题上,中央一贯还是很到位的。 就像这回,人家上来就表示,我们现在的经济呢,有效的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而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而大环境基本堵塞。 再加上外部环境复杂,所以是一潭死水,救不活。 但是,你让他研究研究怎么办,他就不说话了,在那阿巴阿巴的装哑巴。 就比如说啊,这老百姓的需求不放手,是因为手里没钱,揭不开锅。 那你应该解决为什么没钱的事,减少课券杂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都算人话。 但是人家偏偏说,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让你解决是没钱的问题,而不是有钱之后,我应该干什么。 而对于老百姓生不起娃,养不起老,归根结底还在没钱上。 人家却说,我们得完善相关设施,弄一个什么支持剩余的体系, 把老年人利用起来,发展银发经济。 争取榨干最后一滴血和泪,反正好处什么的你别想,都被官老爷算计明白了。 最可气的是,等说到重要的,比如现在国内的外资啊,大批撤离,跑的那叫一个飞快。 本身就靠外贸行业解决就业,靠工厂留住工人,现在可好,全没了。 你想办法吧,是不是因为现在环境太苛刻,让大家伙活不下去, 或者让人家外国企业没信心在中国建厂啊? 不,人家官老爷不说人家跑了的事,只让老百姓理性看待外资订单外贸转移的情况。 说别看有的走了,但是剩下的这些没准还能形成点别的效应,倒逼形成新的增长点呢。 特别好,一个菜没上,还让老百姓自己贴一个。 你说这些国企,但凡能拿到订单的厂子,都已经提前跑去东南亚自己找活路了, 还让老百姓在门里头理解。 不说别的,南方那些厂子还有点钱的,都被因为非法集资给收缴了。 而剩下更惨,利润没有,贷款还不上,噼里啪啦的爆。 你说一个国家吃官饭端铁饭碗的能有几个, 剩下十亿人不都得靠民营企业和自己双手吃饭啊? 要钱国家没有,事还挺多,还开什么经济工作回忆啊,俩字扯淡。 都说权力和义务是同等存在的,你只讲一个,不讲另一个都是耍流氓。 哎,中国还真能天天逼你奉献去。 这不,河南有一个采民,花了一百块买彩票,中了八千多万。 人家高风亮节捐出去了五千万,说钱太多,在当地花不完。 这肯定没有弄虚作假,因为人家大哥照片都放网上了, 不像之前那挣到两亿的,现在还查无此人呢。 年底了,本身大家就缺钱,一个个的瞪着眼,现在可好,直接疯了,看谁比谁咬的狠才算完。 是吧,前两天,又一个知名的爱国人士在网上停火,明明欣系祖国,非赖在人家日本。 可哪挑词,说人家看不上中国人了。 但是大哥,你这翻译自己也没翻译对啊,噱头的倒挺嘛。 动静不小,找来了人家当地的警察,人家还挺礼貌,解释说人家店主有权利在自己的店做主, 接待谁不接待谁。 这要换个中国警察,寻衅姿势直接就给靠走了。 这事儿前两天在上海也出过,一个滴哥拒绝皆称日本人,底下一片叫好的。 你看不上别人,还不许别人看不上你嘛,这都是相互的。 由头输的挺亮,日语也挺流利,但这哥们应该知道,碰到这种事儿,你完全可以走民事诉讼。 拍成视频除了蹭个热度,不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给中国人掌脸。 但是嘛,爱国犯向来选的是流量最大的模式,至于管不管用,谁知道呢。 这世道啊,向来没有什么对错黑白,看多了就发现都是糊弄糊弄算。 这吧,一个大哥去医院看病,就因为名字向女的给开了个妇科检查。 大哥肯定是不能去啊,但是也没耽误人家给个结果单。 普天之下,什么新鲜事都有,在中国看多了你就明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北京叫北,因为下雪就让学生停课这事儿,算小题大做吗? 而中国经济会议开了半天,问题都挺明白,解决措施没有,又开什么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拜了个拜。